如果黄炎是革命军的话 他至少是二把手 1089画有关黄炎的画面 除了吃面的镜头之外 最让印象深刻的还是 他又在用黑色的监听电话虫 两年前第一次出场的时候 黄炎就在捣鼓这个 专门用来监听的电话虫 加上黄炎的演技 加上黄炎在顶上大战 那么的帮助陆飞 把受伤的陆飞直接踢到白胡子手中 让白胡子一伙救助他 加上在乡博地 加上陆飞危机四伏的核之国 黄炎主动请求要去核之国 再加上这次的弹作行动 吴老星亲自出马 黄炎直接提前行动 我们都不能忽视 黄炎这个打工人 真的只是想打卡上班那么简单 除了海军之外 一直在使用黑色电话虫的黄炎 还在装作使用不明白的黄炎 很可能一直在做卧底的工作 那如果黄炎是卧底的话 那他只能是革命军的卧底 他跟多拉格本身就在一个大幅的 海装人物集结化之中 并排站在一起 他的实力又是那么的深不可测 原三大将都是可以和四皇一干的 他的能力又是日本古代三大神器 这样的黄炎 我们怎么能不期待 他在未来的真实目的和真实实力的曝光呢 革命军现在的领袖也就是总司令 就是陆飞的父亲蒙奇蒂多拉格 陆飞的二哥是革命军的参谋长 而真正的二把手 革命军的副总司令 我们还不知道是谁 熊的实力虽然也深不可测 但是比照黄炎来说 还是黄炎更加可怕 如果黄炎在未来真的是革命军 在海军之中 在世界政府之中窃听的卧底的话 那海军大将黄炎 很可能就是革命军的副总司令